凯拉比小星旋律 今天的两个单词发音非常相近 一个是T-B-KU 一个是T-B-KU 什么意思呢 先看视频 小心说的是 屁股出来的 是什么呢 钉字库 那这边呢 茶出来的是 有两点 就是茶包 我们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是这样的 首先 英语里面的K 在律里面呢 都发成KU 英语里面的G 都发成G T-B-KU T字型的 后面的B-KU是什么呢 是B-A C-K B-A-K 就是钉字库从后面看 像钉字一样的 所以 旁边是不是露出屁股了 但是这其实是 日式英语 真正的 钉字库的英语叫做 G 是Chin 或者Thon 如果把这个给 英语母语的人看 他们应该是不知道 这是什么意思的 然后我们看后面的这个G 对吧 G是GOO 所以 刚才那个茶包是什么呀 是T-E-A B-A-G 茶包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T-PAKU 这边的T 还是一样 就是茶叶 那这个PAKU P-A-C-K 也是一小包一小包的意思 但是呢 这种说法 基本上也是日本独有的 我们经常会在一些 卖茶叶的店里面 比如说 我记得有一个叫做 伊藤圆 对吧 我很喜欢的一个 一个牌子 贩卖机里面有 然后呢 专门也有他的一些 卖什么半手礼之类的 那个茶叶还是挺好喝的 推荐大家 如果去日本的话 可以买一下 不管是抹茶还是绿茶 都是挺不错的 那这边的PAKU T-PAKU 谢谢大家